大家好 我是Lise 自從之前出片要去找辦公室 然後我們找到辦公室簽約 搬進來 去到巴西的家人 由巴西來到韓國住在辦公室 我想大家都應該發現 除了在我自己家之外 第二個最多拍片的地方 就是現在身處辦公室 沒錯 現在這裡等於我的第二個家 工作上需要比較專心的部分 例如是我寫稿 剪片 還有一些文書上的東西 我都會在辦公室這邊進行 我們現在的家真的變回一個浴宜的空間 然後姆姆也成功入侵了的ex office 所以搬來officio這個決定 雖然牽涉了一些金錢 時間 努力 體力 但現在想起來 也覺得是一個整合的決定 其實我們這裡搬進來 已經大概兩個多月 雖然我不可以說它是完全準備好 因為還有一些房間是很暴亂 但一直都收到很多朋友好奇 然後留言想看看 我們韓國officio到底是放了什麼呢 今天我快來找錯了 如果想跟大家分享 在韓國仁川地區 還有一個尺寸的officio 他的保證金 租金和管理費是多少 還有我們搬進來一些設置的費用 然後我們要添置一些家具 Total是花了多少錢呢 在我們找office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條件 就是一定要來我們現在住的家很近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如果是一定要換衣服 可能駕駛5分鐘車也好 都會大大減低我搭出門口 去office做事的耳用 我們現在租的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我家旁邊的那棟 我們從家走過去 大概3分鐘之內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大家看影片 經常都會看到我們在 家的office 家的office這樣不停穿插 這個空間的大小 就有34坪 所以比我們住的地方 小一點點 但是作為office來說 我也覺得是非常夠用的 機構上來說 有4間房 兩個洗手間 再加一個veranda 也有一個洗衣房 再加一個open kitchen 首先就是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對 其中一個我們租這個office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 他們這裡採光很好 只要天空太陰 基本上廳都會很光 早上的時間 是完全不需要開單 這個是一個四人的梳化 我上網買的 價錢大概好像六七十萬元左右 這個梳化買的時候 其實是跟三個cotion 後來我就買多了一個cotion的cover 買回它這個size 一個浪海水座影 照著一些黃色的珍珠般 小女生作品 然後之前在影片裡 也不分享過 買了這張小箭 巴西爸爸媽媽來了之後 他就發明了 把這個箭 直接鋪在沙發中間的位置 然後我新添置的cotion 就是這個 藍色線條狗 我純粹覺得它很有趣 這次全屋的窗簾 都是有找人特意來裝過的 那Pan的窗簾 其實跟我們現在家的窗簾 是同一款 有遮光性 但也有透光度 所以給我這些很依賴的 日光拍片的人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好的 那些叫什麼 filter來的 用來自然光的話 不會太殘 然後光線也比較均勻 但其他的房間 我們都是裝八頁簾的窗簾 哇 沙發旁邊 就移動到這個櫃了 我記得這個架 我是在影片跟大家一起組的 其實它算是一個Display的櫃 我把我之前的房間 的speaker 就搬了去office 弄了毛毛之後 聽歌 或者你可以大聲播歌 機會少了很多 所以就放了在office 有時候我準備拍攝 或者在這裡吃點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伴隨著音樂 那下層呢 其實都是給我本身office裡面有的東西 之前影片裡面 和大家一起做的Terrarium 然後這個Candle Warmer 都是本身在office裡面的 廳裡面的生成員 就是這一塊全身鏡 這塊全身鏡 算是我最近買到很開心的一個嘉賓 有時候可能拍Outfit 拍一下對鏡照 對著日光 拍這塊鏡 都拍得非常漂亮 鏡的下面就是這一塊地址 我覺得它很搞笑 它這樣躺下好像很炭 因為我的內心心處都是很快點 躺下好像很炭 正所謂今天的勤力 就是為了一堂平 會繼續勤力 那鏡旁邊呢 就是電視櫃的區域 電視櫃這次也是新的 因為我家裡沒有另一個電視櫃 我自己也想在這裡買部電視 晚上可以一起看世界杯 前一陣子要看Netflix 總之在阿萌萌睡覺之後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播大聲一點 然後也可以自由點聊天 在這裡享受一兩個小時的Vtime 我想說這裡的日光漂亮度 所有植物都在生機撲撲 我是一個很喜歡植物的人 前幾年喜歡還喜歡 經常養死東西 現在慢慢開始知道怎樣養植物 小朋友就來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一個有小朋友的家居 他看到這些東西 他有什麼可能不會扯啊 不會鬥啊 不會想移動那個花盆 所以如果要在我家裡 放這種盆裝在地上 跟自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有很多植物的喜愛 只可以在辦公室體驗 可以說這次在辦公室 我完全是一個地毯的婦人 聽的地毯 其實我選了一張顏色比較mute Coffee Table 我也是選了一個透明 也是比較mute 但譬如Coffee Table上面的擺設 或者沙發上面的pushion 配搭等等 就可以用一些跳一點的顏色 聽的右邊就是廚房的位置 也是保持原貌 因為畢竟這個不是我們 真的經常會煮東西吃 或者吃飯的地方 但是也有買一部雪櫃 還有它旁邊這個 是不是看起來很像雪櫃的儲物櫃 因為韓國apartment 其實很流行 它會這樣畫兩個洞 有時候就是一個洞 有時候兩個洞 兩個洞的原因 就是因為韓國人 很多時候家裡有兩個雪櫃 一個就是正常用 你放東西吃 雞蛋 奶 另一個就是用來放泡菜 其中一個洞 我也乖乖地買一個雪櫃 所以巴西家人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在雪櫃裡面 去儲藏一些食物 去煮一些簡單的食物 而且很重要 這次我買的雪櫃 可以出水和出冰 現在就是水的模式 所以按就會出水 想要冰的話 選冰的模式 它也會出冰 去到第二個 它是 supposed 給你放泡菜雪櫃的空間 我們拿去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在這裡煮 更加不可能會有泡菜 所以我後來就買了一個修辣 其實它這樣放在一起 都很和諧 我會說些什麼 就是可能一些酒精 酒杯 一些我在這裡會吃的東西 我自己很喜歡吃這種梳打餅 然後加一點奶油 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還有我之前買的拉麵 也有一些Cereal 說起我經常會在辦公室吃Cereal 很想和大家一起開箱 是我昨天才買的 我媽媽還是覺得無聊的 但是我上賣了很久的 Dada 它是一個Cereal Dispenser 它是打孖上的 有兩個 嘩 超高興啊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出Cereal 究竟順不順暢 這個很順 這個OK 不是廢物 門口一進來 左邊就是第一個洗手間 第一個洗手間是我最經常用的 洗手間的原因 就是來我工作的房間很近 因為洗手間還有浴缸 所以偶爾會過來這裡泡浴洗澡 所以也會有一個防滑墊 讓嬰兒安全地 不會陷害 不會碰到 這邊的無用品 就全部都是嬰兒的無用品 我也會在那裡下妝 所以下妝水 洗臉 地毯婦人用一張得意之助 這一張超美 接著就是進入我的 辦公室 最多影片 最多無眠的夜晚 就是在這裡過的 我看那些傢伙 其實跟我之前的辦公室 真的不是差太遠 這個就是我的 剪片空間 接著就是我的梳妝桌 辦公室的化妝桌 就會放一些我最近在試用 或者我一身推 我經常都會用空瓶很多支的產品 拿起手都可以拿到一支平常用的護膚品 如果大家平常有看我的IG story 或者看Vlog 可能都會知道我以年計 非常之喜歡 到現在都已經生推的護膚品牌子 就是Yves Rocher Yves Rocher 是一個Made in France的法國牌子 他們都是非常之爽爽天然成花 我現在手上要拍片show的兩支 就是很美 很完整 這兩支是我真實用的 用到已經很有痕跡 今晚間精華已經用完了 白色這一款叫做 花水降細胞再生存效精華 其實用了這麼多支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全能的選手 保濕也可以 穩定膚分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它最針對 我這些輕熟的年紀 還有它最顯著的功效是去脈 那我現在的國際年齡是32 那是何個年紀 我都不想提 但我面上苦紋、木偶紋、頸紋 這些情況就真的不明顯 它是一年四季都適用的精華 它的質地是不黏黏、不厚重 而且裡面的成分 還可以促進到我們家園無細胞的增生 令到我們皮膚由底層增生更多的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 去改善因為Aging膠原蛋白流失的問題 我一定會特意在頸裡面塗一定份量的精華 因為它在減頸紋、令頸紋變淡是非常之有幸 晚上就很適合用這些 花水降細胞再生修復晚間精華 你每一眼看到 油做不行啊 它用不到油的爆瘡 它是我自己用過的最輕薄吸收力最好 而且完全沒有令我爆瘡三分次的精華 其實它是一個具有非常之高的親膚性的植物性精華油 裡面含有植物性的角鯊魚 每一次用完膠你都覺得它改善疲倦肌 即是你看到很殘 然後紋頭開始飆出來 那種修復力也很強 而且也可以改善到皮膚暗沉的問題 這個質精華如果你看片看了內容 已經介紹了很多次 我想第三次還是第四次 如果大家需要入貨補貨的話 現在有一個超級驚人的套裝優惡 試完之後沒有記錯好像是低於6折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Info box看看 那後面就是我的儲物櫃的位置 儲物櫃上面就放了很多很多香水 大部分這邊的中蜜蜜香水都是超級疼我的 PR的朋友 他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或者新的香味都會寄給我試 所以我就有很多中蜜蜜 而且我都是持續用感的 然後OLANDS 最近寄了他們新的con給我試 我超級喜歡OLANDS 那後面就是我和小巴西 這一兩年拍的一些正職友 好了 當時還是有了BB 你看我的肚子 我家室是有Printer的 因為我都經常需要Printer一些文件 你看韓國出門口Printer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不方便 不是家便利店有 不然就去那些文具店 自己有個Printer是方便很多 那我們就直插Official的另一頭 現在睡房 我覺得它都不是很Ready的時候 只有床可以睡覺 因為知道巴西家人會來韓國的時候 我就決定要買一張真正正經經的床 但是我和巴西就真的很少機會 會在Official這邊睡覺 所以我們打算也可能遲一下 比似家人或者朋友 需要在人村正屬 可以在這間房間睡覺 這次買這張床 是一個Queen Size的床 左右也有兩個night sale 這張床挺賤 因為它放電後 左右邊都可以開到亮燈 晚上可能會看一下電話 看一下書 然後上面這個位置 是有USB charger的 就可以方便你充電 這間房也有很喜歡的地毯 這張之前和大家開箱過的 是橙色米色相隔的地毯 還新添置了這一張 超可愛 和引頭的車來自於地毯 我都說了我是地毯虎翁 床後面其實有一棵很大很大的牆 其實是挺適合放電影機 所以我也考慮 這個Dressing table 其實是本身在我辦公室搬下來的 裡面都是放了我的產品存貨 但是已經少了很多 因為巴西媽媽幫我分享了很多酒 這個植物是新買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植物的向光性 真的很想向著陽光生長 然後再走進來 就是主人房洗手間的位置 洗手間就是這裡 放一些簡單的洗面用品 然後還有一些shampoo 還有body wash 都是一些簡單的東西 然後就連一個walking closet walking closet 其實現在主要放的就是obrisy的sample 一些衣服 秘密 帽子 袋子等等 都會放在這裡 接著就是這間景空蕩蕩的房間 這間房間就是給巴西的 因為他有時候會在這裡做他的音樂的東西 另外這間房間是他的VR房 他是一個很喜歡新科技的人 所以VR一出其實他都跟得很貼 我們家裡都有兩部不同的VR 分別是Valve index 和Oculus 那他這些比較講究的人 就會用他的Valve index 他有些detector 就安裝在這間房間的角落頭 嘩 我這部影片真的真正由天光拍到天黑 大致上跟大家通過了這個office條 裡面有什麼房間 然後每間房間有什麼作用 放了什麼 室添置了什麼 大家也會看到有些房間其實是完整 比較空一點 要用多一點時間去慢慢填滿它 但是我也真的不急的 就是比以前衝動消化 一次過買很多可能很便宜的傢具回來 我在韓國住了這麼多年 就真的體會到買東西回來那一刻是容易的 但是當你要丟一件東西去處理那些大型廢物 是很頭痕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在這方面的政策也好 是真的可以令到我去添置一些東西之前 想完再想 考慮清楚才買 好了那講一下數字 這個office條 然後我們是用韓國月租 會賣的方法租回來 就包括一塊保證金 和一個月租的費用 這裡的保證金是 三千萬瓦 韓瓦是不是很便宜 比起首爾一些 可能和屋寧 和Size的Official 是超級便宜的 那月租就是韓瓦一百五十萬瓦 至港幣就是九千四百塊左右 雖然比起我上一個韓國的辦公室 這裡的租金是以倍的提升 但是比起香港可能租一個拍攝用的studio 甚至是一個OK的居住空間 九千多元這裡 我覺得算是很佛心的了 那當然office條也是它的管理費 租金是不會包任何的水電煤的 一個月的管理費大概是十六至十八萬瓦左右 我也是交了兩三個月 就是還要再看看其他季節 可能夏天我狂開冷氣 是不是那個管理費會差很遠 但是所以office條的管理費 比我現在住的家裡的管理費 是便宜的 我想有十幾萬瓦 我現在住的家裡 是要給三十幾四十萬瓦的管理費 因為你會開地亂 家裡比較多人 就是所有的能源都用得比較多 我們搬進來的時候 是有請到搬屋公司 用到也是包裝搬屋的規模 因為我自己沒有時間 去收拾我本身的房間裡面的東西 那天搬屋 三個小時就用了大概四十七萬瓦 而且入房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有給到十萬瓦去預訂那間電煤 在韓國的apartment officer搬屋 這個成本已經是不可忽 然後就裝了全屋的窗簾 全屋的窗簾 原價是八十八萬瓦 因為我是熟客 所以他就給了截頭 所以總共八十萬瓦 裝了全屋五幅窗簾 然後就是添置傢伙的費用 好像電視、梳化、雪櫃、鏡等等 總共的費用 我想是港幣三萬至三萬五千元左右 主要的費用 其實都是在一些比較大型的傢伙 例如床、雪櫃、電視、電視櫃、梳化 這些比較大型的東西 但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都沒有再添置其他 很大、很貴的傢伙 我和你一個挺好的 就是租這個單位 可以免費有一個停車位 如果我們有第二輛車的話 就可以register那輛車去這個單位 我覺得香港一個屋苑裡的停車位 是不是一個月都要四五千元 我不知道 太久沒辦法了解這一塊 但我覺得韓國連車位這件事 是真的很重要 而且很發心 對了 這次這個韓國的office tour 就差不多了 當然這個空間會長時間 會有更多不同的添置 或者會有改變 會繼續在我的vlog裡面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